金马奖导演张作基他的战军许诗短片 穿过黑暗的火花 那星期四就要在金门开拍了 也为了原汁原味来呈现这个古宁头大战壮丽的一页 所以这个剧组砸下900万台币 才特地从大陆租来这个100多套电影 这个集结号当中所使用过的国共军的军服还有道具 不过拍片过程也向国防部来申请协助 竟然遭到拒绝了 那导演他不仅也很感叹说 请总统来多多支持国片 一百多位装进高中的学生身穿军服兼杯步枪 还刻意留着烙腮糊 顿时间全成了队案军人 我们要随身攜带 因为当时是从别的地方游过 为了重视呈现当年古宁头壮烈战役 金马奖导演张作季不仅动用上百名剧组人员 直接把拍摄现场拉到金门 更从香港还有大陆经过层层关卡申请 租借到一百套电影集结号的国共军服 还有枪支道具 希望是很真实的描写 当时古宁头他们登录那一刻 那一天六个小时的事情 战争史诗短片穿过黑暗的火花 是导演张作季 应金马影展邀请 参加建国一百年金马奖开幕仪式影片 最终女主角阿春 为了符合角色身份 捡了一颗马桶盖头 而且长度还越紧越短 原本在这边 然后因为遇到这边的那种阿公嘛 他们说这一切都没有这么长 所以再见 这部影片是资九百万元拍摄 只是导演张作季拍摄战争片 向国军申请支援遭到拒绝 对比马英九总统 接受到台中探李安德班 有感而发的说 希望总统能够支持国片 这是李正少奖 请不吝点赞